兄弟们感冒了感冒了 身不如死啊 躺在床上面起不来了 感冒了个嗓子 就像那个针扎似的 碰水就痛 导致水也喝不下去 今天的话这个嘴皮 也干了啊 扛不住了 准备起床 烧一点水喝 凉水也喝不下去了 这个八斤的被子不太行 一点都不保暖 看看今天的阳光 好得不行啊 但明显感觉这个风很大啊 附近好像在蹦迪还是干嘛的 挺热闹的 拉开这个门 出来看一看 声音是从对面传过来的 估计是死人了 挨得挺近的啊 左边的话是鱼哥买的船啊 过些天的话 他就放到下面去了 到时候也可以坐到上面啊 感受一下 台球桌的话还在这边 现在这个天冷又感冒 晚不了啊 等过些天感冒好了 天也不冷了 搭搭台球 啊 去年帐篷的时候 就是搭在这个棚里面的 现在也不住了啊 白天的时候 搬个小板灯在里面晒晒太阳 马可的话晚上他就是住在这里面的 也挡风也冷不着他啊 挺好的 看这小家伙 一见到我就躺下来了 啊 这家伙 这家伙长得是真快 买来的时候是四斤多 啊 两个月的时间 可能不到两个月 已经长到了二十多斤 快三十斤了 从网上看了个片方 说是盐水能治感冒 真的假的 咱试一试啊 搞点这个盐气水 倒到这里面 然后烧一烧 看看怎么样 快过年了 鱼哥的酒居比较多 中午的话都不能跟我一块吃饭 所以每天呢 都是我一个人吃啊 咱给昨天没吃完的这个肉 热一下 然后再下点面条 跟马可一块吃一吃 有个电磁路 还是方便的多 看一看 肉的话都冻起来了 还有几块呢 今天中午也算是能吃肉了 开锅喽 放到旁边 面条下进去 太漂亮了 搅一搅 防止粘到一块去了 兄弟们 咱这饭做的怎么样 刚刚的吧 是不是有食欲 色香味俱全啊 只要是在外面 我这一份 二十块钱都吃不着 咱自己的话 几块钱就行了 煮个面 是吧 面条的话也煮了一部分给马可吃的 看 吃的太快了 我还没吃呢 它都吃完了 这边的话是咱们烧的水啊 看看这个盐气水怎么样 还摸热气呢 看看 哎呀 这小酒花 真漂亮啊 该吃 昨天晚上 磕吧 我给磕过来了啊 没喝水 更不想起床 冷啊 尝一尝 喝起来怪怪的 是甜的 连气水变成甜水 今天整个这么 这么凑合着吃 还有鸡呢 没烧 是想啊 让鱼哥烧一下 因为我烧出来的口碑 就是一锅炖 要么是锅炖 鱼哥烧的那种火辣辣的那种味道 哎呀 那种好吃啊 可惜了 他今天 出去出去又喝了 没办法 那晚上再烧吧 嗯 香 哎呀 真面条尝尝的 真的 你让我吃点面还行 你要让我吃的那个煮的方方面不行 吃了就辣酷了 啊 我是一包都没买呀 我宁愿买面 买面条 我都不能买了方方面 吃花不溜 你知道吗 我也很少吃 吃的时候只能吃干的 我不能吃那种煮的 我不能吃那种煮的 包括我上次坐火车 看吧 肚子很饿 我都没有买了个泡面 吃不了 马可 马可 给你搞坏肉吃 看 这就叫说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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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啊 马可有这么长时间没看到我了 喊的他还听话 虽然 马可现在已经帮那个 鱼哥升为老大了 但是 在他的心目中 我还是老大了 还可以吃 稍微吃 ά 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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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ız 奶 奶 奶 ��